我是Zissy 有人质疑我的脸 有人质疑我的实力 今天竟有人说我怂 说我不敢跳剧岗 其实我只是习惯了低调 不想影响大家的游戏体验 但是今天我得跳一回剧岗了 再次我只能跟我一起跳剧岗的各位说一声 对不起 你们可以收拾收拾准备下一集了 AK到手 下面就开始反乘机票大纵送 送货上门 兄弟谢了 这只小队美得真快 还有人 嗨 返程吗 不说话 当你统一了 又一个记着再开一局的 哎呀 抢人头 走好吧你 人机 别添乱 想拉队友 在我200元耳机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砍枪 哎呀 拿错枪了 还好我反应迅速 还有人 张死 战场陷入短暂的安静 我需要抓紧时间搜索物资 只因这群人身上近一个药包都没有 真不知道这群人怎么搜索的物资 连个绷带都没有 也好意思出来杠枪 不好 有人偷袭 以为我残血好欺负 哪凉快 那呆着去吧 哎呀 连人机都来偷袭我 光子你够了 欺负我抱紫头灵冲 我就是撕血 也能灭你人机百人 打扰我补枪 真可恶 嗯 敌人静向大仓集结 向斗友组团发起冲锋 天真 打起来了 兄弟 我不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 但是又便宜不占 那不是侮辱了我的智商 趴着很辛苦吧 让我帮你解脱一下 哎呦 红衣小哥很厉害 竟然一位二 留你不得 回回手来不及告别 再见 整个巨岗终于清净了许多 我就说我不跳巨岗 是为了大家好吧 可偏偏有人质疑我的实力 唉 叔叔可忍 省身不能忍呢 此时我已手握十二杀 整个巨岗已经没有一个活的目标了 但是现在我失去了猎杀的快乐 刚才成功EV12 现在再让我去EV4 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有空头 正好反正无聊 就看谁这么不开眼敢跟我抢空头 哎呀 还真有点肥的 停下车 我悄悄地摸了过去 这个空头香吗 这可是你们这一局最后一个空头了 做人真是不能贪心啊 想跑 给我下来 停车了 这是想跟我决一死战 态度不错 杂乱的脚步声 并没有给我提供敌人的准确数量 但是于我而言 满编队又如何 查标麦首尔 发现一个 快出来受死 这是想救援吗 天真 没说的 冲上去 干掉他们 敌人还有一个 1v1 我怕过谁 走好吧你呢 一不小心使出了我五成的实力 真是难求一败 和平精英能不能开放十排二十排的大战场 让我们酣畅淋漓的战斗呢 下一个空头依然落下 我悄悄的潜伏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制高点 静静的守株待兔 嗯有车来了 才一个人 塞牙缝都不够啊 哎呀有人偷袭 看来这只是一根诱饵啊 竟然玩战术 不好 左侧也有人 这是多想求我性命啊 还好我福大命大造化大 正好我还嫌人少不过瘾 你们一起来 让我送你们再开一局 发现目标 敢丢雷 给我倒 因为疫情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能在同一地点多次开枪 扔出身上的所有挂件 我抓紧时间转移 敌人围上来了 不急 带我打个药包 决赛圈就是应该正面钢枪 搞偷袭算什么本事 太卑鄙了 我是杰西 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